如果我一颗心被你俘虏 就流浪在你怀里的过渡 我沿你手掌心的温路 继承我的追逐 多年来 罗靖在圈内发展 出演多部佳作 演技也是得到了许多观众的肯定 但人气一直不温不过 直到18年 罗靖和唐嫣举行婚礼 顺利步入婚姻殿堂 在罗靖身上得到了提升 由于唐嫣是圈内一线女星 因此备受关注 不过罗靖的人气却一直不温不过 在道理上 罗靖是有演技的 罗靖为什么不红呢 多年来 罗靖的作品还是很多的 后来又合作唐嫣 带来了锦绣卫香 X女特工等等 唐嫣是一线女星 能成为唐嫣的男主 可见罗靖的咖位 也是当红明星 但是罗靖作为一线男星 人气却没有达到一线男星的水平 所以外界对她的印象 就比较难淡 请问世界有女友我 这里是螃蟹娱乐 却一言爱变成一种天赋 不自觉能牵你下巴没哭 我为你有了旅途 不管你天涯几步 我都不在乎 从小就有着极高艺术天分的罗靖 并开始将梦想改为学表演 加上自小父母就将她送到武术学校进行锻炼 这也让罗靖的身上多了一份多于旁人的意志力 于是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学武历程之后 罗靖又开始了一段坚心的学表演经历 2002年罗靖顺利考上北京电影学院 虽然是第一次接触正式表演 但极具天分的罗靖 学习非常努力 加上兴趣所致 让她体会到了学习过程中的快乐 2002年罗靖非常幸运地 参演了人生的首部影视剧 寿楼部的故事 可赚了一名文明公阿丽 这部由孔汉玲以及余孟主演的情景起剧 并没有让仅仅出镜几分钟的罗靖得到认可 而此时的罗靖也深知自己的长相并不算出众 于是他就在演技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虽说罗靖不是第一眼帅哥 但他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 如果我答应你 我多想答应你 你这么相信 我给不起你的约定 如果我答应你 我多想真的答应你 我想给的不只有回忆 毕业多年后 罗靖每年都会拍两三部影视剧 这种高强度的拍摄大大提高了他的元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罗靖也是一个很有事业性的大男孩 当然罗靖遇到了他一生中最喜欢的妻子 唐嫣 他们正在拍摄一部名为乱世佳人的影视剧 他们见面了 然后宣布开始正式接触 经过多年的交往 他们也宣布进入婚姻殿堂 成为幸福的一家人 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 这是很多人羡慕的 这样罗靖不仅在表演艺术上特别成功 而且他的婚姻状况也特别的幸福和完整 这真是令人羡慕 同时罗靖也是一个有着特殊爱心的大男孩 他独自参加过一些慈善晚会 给自己捐了一点爱心 那个安全不准给别人 我围绝最残忍 愿难以信任 爱手不离分 我风雪半山 只都与你相认 看尽幅浮复沉沉 细数沉沉昏昏 一怀温暖 是否愈合你 与伤 罗靖拥有英俊帅气的外形 扎实的演技功底 和宽泛的戏录 除了演戏之外 罗靖唱歌还很好听 他的嗓音颇具爆发力 将歌曲演绎得动人而又深情 罗靖在电视剧《美人心气》中 凭借起细腻丰富的表演 将汉惠帝流盈的《无奈悲情》 和《斗场君》的洒脱 痴情演绎得入目三分 罗靖具有细腻入微的表情 和深厚的台词功底 他对角色内心抓得相当精准 并且赋予了自己的感情 让角色因此有了生命 罗靖在电视剧《乱世佳人》中 将一个表面坚强 内心复杂的小人舞 诠释得恰到好处 展现出其惊人的表现实力 罗靖虽然外表清秀 很多人是刚毅的帅气 由于习舞的原因 不仅磨炼了他的气质 而且也让他所饰演的很多角色 都具备了俊美与刚毅 天赋 不知觉能牵你 想帮你哭 我为你有了旅途 不管离天涯几步 我都不在乎 就一眼爱变成一种天赋 心跳在你面前 有了温度 我为你开始灵 忘掉明天和假如 幸福就是满足 罗靖的演技 算是终生带小生里 很不错的那类 其实婚后 也没有发福有你 当初与唐烟冠军恋情时 罗靖身上是 当红女星的男朋友这一标签 但是罗靖对此 没有多做辩解 而是用演技 用作品 堵上了一张张碎嘴 细数罗靖作品里 塑造的角色 每个都很好 算是剧抛脸 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 思考过 现下年轻人的婚恋观 有很多都是恐婚 或者不婚主义 还有丁克 时代在改变 人的思想 也随之改变 不得不说 娱乐圈下 已经被无限放大的私生活 多多少少 还是给年轻人的思想 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像唐烟 罗靖这种娱乐圈 模范安安夫妻 其实从正能量的角度 蛮适合引导粉丝的 希望她们常常解决 如果我答应你 我多想答应你 你这么相信 我给不起你的约定 如果我答应你 我多想真的答应你 我想给的不只有回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